第五季 在心外,还帮儿子洗脚,小小春走在石头路上,不小心踩到水洼当中,陈小春不仅没有生气,还告诉儿子,等下回家洗脚就好,回到家后,他为了帮小小春洗脚,拿卫生纸点燃柴火烧水,儿子因为好奇趴在一旁看,没想到把脸都弄黑了,不过他还是没生气,只是要儿子往后站远一点。 小小春把脚放进热热的水盆当中后,陈小春告诉他,今天没有办法洗澡,洗完脚就要去睡觉,才刚把脚放进脸盆当中,他就立刻露出了舒服的表情,转过头问爸爸好舒服,你怎么弄的? 陈小春一脸酷样,表示自己随便弄的事后陈小春接受访问时,眼眶半红,而老婆英彩儿在看完这段后,截图PO在IG上表示,看到他哭,我有种莫名的爽快。 请不吝点赞,设计尾 et加